高雄鳳山一所學校前 學生走在斑馬線上 一次路邊有輛垃圾車 造成事件死角 經過車輛大多沒有讓行 有名騎士發行後 立刻刹車離讓 但跟後方機車差點發生追撞 你有看到行人嗎 他行人在那裡耶 刹車離讓行人過馬路 雙方爆發激烈爭執 究竟是立刻刹車 還是慢慢刹車 又或是先停到路邊 雙方吵成一片 而且好過 剛才學生他已經走到路中間了 我不讓不然 交通本質上本來就是 應當就是你讓行人先行 雙方吵一吵 火氣消了自行散場 但其實事後 把影片PO上網引發討論 因為根據交通法規 汽機車為你讓行走 在斑馬線上的行人 可處一千兩百元 到三千六百元罰還 那如果民同向我們請 他機關檢舉 我們會依次詞來給他舉發 放學後 學校入口號制變閃燈 汽機車高速通行 檢方提醒還是要減速 以免撞到行人發生危險 記得洪夫人王舒宏高雄島 會兒 會兒